好,所有马匹都进炸准备 咱们打开了,第一场赛事第五级,千二公尺的草地赛事 赵新光毫无意外,就是在内侧的位置呢,先带出大概是一个马位 然后呢,就有龙回,在他的旁边跟他斗前领的 跟着呢,就外面上来是银河酒吧,目前处在第三匹 然后中间还有阳光行南 大概是半个马位之后呢,守在这个内侧的是我的老板 然后中间有黄色彩衣的黄金帝王 那跟着后面再上来的呢,也是黄色彩衣呢,应该就是击中了 然后呢,就还有一匹是信心十足,是在他的旁边 跟着前蓝色彩衣有神秘力量 另外呢,是美梦成真,那战士殿后的则是这个阿里啊 距离前面领方的马匹呢,有大概六七个马位啊 在最后四百公尺的时候呢,现在就是赵新光 他在内蓝的位置,然后中间呢,是这个龙回 现在尝试要赶上来 另外呢,在旁边的是银河酒吧 那银河酒吧现在也是拼命的在打边 跟着呢,就还有一匹这个黄金帝王啊 现在三匹马在前面斗,龙回 龙回现在带出大概是一个马位,黄金帝王的走势很好 黄金帝王,黄金帝王,还有这个龙回 黄金帝王打败了龙回 那跟着呢,两匹也很接近的就是银河酒吧 还有击中啊,相当正常的这个四重彩啊 然后呢,中间再上来的这个马匹呢 就包括有这匹美梦成真 然后呢,是我的老板神秘力量 另外呢,就有这个照星光 然后呢,阳光行蓝的表现一般啊 另外还有这匹阿里跟星星十足 好啦,二号的黄金帝王,见习生马在立 建功啊 三十块钱赢出来,打败这个先出头的龙回 然后外面再上来一匹击中,里面又还有银河酒吧 都是那四匹算是有一定支持票的马匹了 很正常的一个四重彩 哇,梅梦成真能跑第五啊 哈哈哈哈 一个二十二分的马匹啊 嗯 好啦,轮回能跑这个第二名 我都算他厉害了 赢,是肯定赢不了的 太多对手了 走到这里,大势已去啊 他能打败赵星光我不觉得奇怪 但是呢,这场赛是有太多对手比他强了 他跑得少,在这里反正反而变成了一个短板 就是